我是水埔 歡迎收看上午9整點新聞 推了焦點要帶你關注到 鬧得沸沸揚揚的號點案 重創了中原院院長翁啟慧的形象 而今天他在風波之後 首度的到立法院來報告 其實早在半個月之前 這場報告就應該要進行的 但翁啟慧因為健康狀況為由 治美未歸 現在人終於回來了 可以想見立委早就已經排隊牆的質詢 現場的情況 我們連線給記者邵玉敏 現在時間來到了九點鐘 立法院的教育委員會 也已經正式開始了 而在稍早大概十分鐘前 翁啟慧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其實神情都還是看起來非常緊張的 因為被大體媒體的包圍以及問話 但是他幾乎一句話都不回答 而再來的時候 他就先向今天招委會的 這個委員黃國書 以及各個立委交換名片 而立委們可能也要他不要緊張 也露出了一些笑容 這個翁啟慧才稍稍的卸下他的心房 也露出了一些笑容 不過今天主要委員會要質詢的 有好幾個問題 包含內線交易 利益迴避 還有翁啟慧女兒持股 跟翁啟慧幫他賣股的這些問題 通通都要翁啟慧來釐清 所以翁啟慧抵達現場的時候 大概花了十多分鐘左右的時間 先跟各個立委質疑 然後立委也告訴他 今天有可能會要出的考題 所以希望翁啟慧待會他可以一一的來說明 並且還希望說他今天可以誠實回答 那現在在立法院的教委會這邊 其實現在議事已經開始了 不過現在是在宣讀上一次會議的這個重點 所以待會預估是大概在十分鐘左右 就會輪到翁啟慧要上台接受質詢 那目前現在看起來翁啟慧的神態 還是感覺好像有一點點緊張的樣子 因為他知道待會可能要做的說明 是非常長一連串的 都是針對他的問題 以上這是我們目前在教育委員會這裡 最新的狀況 稍後我們會繼續為您掌握最新動態 我們會做這個 我們會做這個 谢谢大家